我没有跟你借钱我不认识你 你怎么可以来拍卖我的抵押我的东西 汇款这件事情并不代表当然就有借钱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抵押权设定抵押权的这一件事情 设定抵押权这个部分 那么各位如果说 乙要来向甲借钱 那么借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担保 将来的时候他没有钱还的时候 这个钱可能就会打水漂 所以我们通常去跟银行借钱的时候 我们银行会要求我们有没有办法设定抵押 像我们买房子的话 我们去跟银行借钱 然后我们要把房子设定抵押 然后慢慢缴贷款去还这个钱 一下子可能二三十年 所以各位当乙来跟甲借钱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甲应该要跟他拿借据 要叫他写借据 让乙签名 第二个很多以前只有签本票 这个不能只有本票 各位因为如果你只有签本票的时候 你没有借据 那么可能就是说这个到底是支付什么样的用途 然后什么时候支付什么样的用途 然后签这个本票 那各位再来的时候你这个钱要交付给他 交付给他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请求大家用汇款的方式不要有凭证 那么如果你是用现金的话就一定要让他签收收据 签收收据这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用支票让他领款 这个也是要有交付 这两个要件满足了这个借贷才会成立 但是呢各位这个借贷的话 以后他也不一定有钱来还你 所以呢通常我们在外面借贷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担保 那么拿动产拿股票来质押 那个是担保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拿不动产来设定抵押权 不动产来设定抵押权 那么如果你将来不还钱的话呢 我会给你拍卖你的抵押物 那么申请法院裁定拍卖抵押物 所以这种不动产设定抵押权 透过拍卖 然后来怎么样求偿 让你的债权获得满足的 这种情形在我们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银行就像供给这个社会的这个血液 那银行要担保 所以就会设这个抵押权 所以各位抵押权是现代的物权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情形 但是各位设这个抵押权 就有非常多的一个学问 我们先讲第一个情况 各位已来跟甲借钱的时候 那么都是甲来跟他谈的 借多少利息怎么算 何时还都是甲跟他谈的 但是甲这个时候 就是很爱他的太太 然后结果这个抵押权它设的是什么 丙就用太太的名义设抵押权 在那个地震的登记的时候 他就拿他的土地或房屋来设这个抵押权 所以他是债务人兼义务人 他也是担保物提供人 那但是呢 登记的这个抵押权人呢 确实是丙 是太太 是太太 登记为太太 那各位呢 到时候他不还钱 所以太太呢 丙呢 就对倚的这个房屋呢 土地呢 就申请法院要裁定准以拍卖抵押物 要来跟他拍卖了 那各位呢 在拍卖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这个因为义啊 他后也有欠银行钱 普通债权欠卡债啦 信贷啦等等 欠银行钱 结果呢 各位他拍 丙要来拍卖抵押物的时候 这个义呢 有可能就对丙说 我没有跟你借钱 我没有跟你借钱 我不认识你耶 你怎么可以来拍卖 我的抵押 我的东西 我当初不是跟你借的啊 所以各位呢 义可能在他拍卖的时候 再来申请拍卖 他对丙呢 就会提出 确认抵押权 所担保的债权不存在 我没有跟你借钱 那么要求 图销这个抵押权 因为他当初呢 给他设定的时候 是担保某年某月某日的金钱消费借贷 就是说你跟我借钱 所以在担保这一笔借钱 可是以他就回头告说 你要来拍卖我的房子 我就告你说 我跟你之间没有借贷啊 那这个时候他讲说 我有登记啊 你怎么说你没有借贷 法院说不是啊 如果你真的有借贷的话 你丙跟他有借贷的话 你要举出证据 说你们有借款的契约 第二个你要有交付金钱 或许当初这个钱是从丙这边汇过去的 但是各位呢 汇款这件事情并不代表当然就有借钱 他呢 法律上要求你要有借贷 所以他这个仪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所以我当初也不是跟你借的啊 我是跟一个某某人借的啊 我是跟这个贷书啦 跟这个放款的人借的 所以各位呢 借贷契约 这个时候法官就找这个丙呢 出来问说 哎呀 他说他不认识你 他没有跟你借钱 你认识他吗 结果这个丙说 我没看过他 他说你没看过他 那你为什么对他的房子会有设定 他说我也不知道 那一切都是我老公在处理的 结果呢 这个老公呢 就是自己当代书的 也没有问过律师呢 就自己去出庭了 他就一五一十跟他讲说 当时跟法官报告说 当时都是以来跟我借钱 那法官问你说 借多少是你决定的吗 是 那利息多少也是你决定吗 是 什么时候还也是你决定吗 是 那这个时候各位 到底是谁借谁钱啊 这个时候当然法院认为说 这个借贷契约是甲乙之间啊 甲丙之间根本没有借贷契约啊 所以法院就认为说乙跟丙之间并没有借贷 所以你这个抵押权呢 各位抵押权的前提必须要有担保的债权存在 他只是一个从属的物权 一定要有这个债权存在 这个债权不存在 因为借贷在甲乙之间不在乙丙之间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法院就判决乙丙之间根本就没有借贷 所以这个抵押权呢就没有 他说那你你还是欠饼啊 他说对 我没有欠饼你还是欠甲 但是各位呢 你欠甲的话 是啊 没错 我欠甲 我跟你借一千万 但是这个欠甲的话 乙并没有办法 甲并没有办法 对他那些 说我有抵押权 取得优先受场的权利 他指甲跟乙对于乙 他来告乙说 你有跟我借一千万 那这只是普通债权 所以各位呢 这个部分的话 乙对丙对乙的这个房屋土地 就不能拍卖 而取得优先受场的权利 他要回去找这个老公呢 来告他说乙欠我一千万 可是这个没有抵押权的担保 不能拍卖他的房屋土地 只能人家拍卖房屋土地 进来参与分配 那如果他前面还有其他债权 有第二胎债权的话 你就输掉了 有前胎的债权 所以各位呢 这个时候这个当太太的 应该抓来打屁股啦 老公对你这么好 要开庭的时候 你要问一下说 开庭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说呢 结果他们两个夫妻竟然就是 这个很多人认为说 我登记了就有这个权利 不是 他是跟着你所担保的债权而来的 对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如果这个钉是银行 各位现在很多的银行 你欠卡债等等 那么你当时呢 这个房子有一胎银行 又设了二胎 各位设了二胎 这个银行呢 也常常来告你设的抵押权不存在 现在很多银行就说 把你的抵押权打掉了 那么你这个部分房屋土地 我就可以给你拍卖 拍卖的话呢 大家就依照债权的比例来分配 所以各位呢 你欠了银行 就要跟银行尽快的去解决 不然银行他不断的给你生利息违约金呢 将来纵使你那个房子呢 有被设抵押的时候 那银行也经常呢 会告你这个抵押债权呢 不存在 他把你抵押权告 图销了 这个银行就有的分 所以各位呢 这个地方呢 在设定抵押的时候呢 要相当注意 这个就是抵押的当事人之间 抵押权的登记 因为这个法院说 抵押权登记的债权人跟债务人 以登记为准 那各位呢 如果你登记的人 跟你这个借贷契约或抵押权所担保的这个特定法律关系的人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情形的话就会变成你这个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不存在 那各位呢 像刚刚这一个案子其实很简单 什么简单呢 各位这个先生应该是说 我就是爱我的太太 我就是爱我的太太 所以虽然钱是我借给我太太的 但是我用太太登记权利人就是我爱我的太太把我的债权让你给我的太太 我送给我太太 所以我用我太太去登记 各位这样子的法律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钱是我借出去的但是我把这个权利让给我太太去行使 那这样也是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说除非是太太就完全授权先生去处理 那么这个是太太是借钱的本人 所以他登记先生只是他的代理人 这样也是可以 可是各位呢 我们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呢 他通常搞不清楚 得到才得了 然后有得好 所以各位 这很多的这个人呢 纵使是代书呢 他对这个事情也很不清楚 常常呢就设错了 所以我们常常戏称说 这个代书如果不小心的时候呢 他没有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债权 抵押权一定要跟着债权跑的时候呢 他往往会做出错误的一个登记 我举一个很可怕的例子给各位听 各位 这个当初是这样子 各位 以来向甲借钱 这两个都是母亲 他们两个人呢 久久有往来 各位 生意上往来呢 互相这个乙呢 跟这个甲掉了七八千万 结果呢 各位 当初他掉了七八千万 累积了以后 这个甲就跟他讲说 哎呀 我们两个人生意这么往来 你也给我借这么多钱呢 你呢 总不能够 不让我担保 所以各位呢 他就 乙就找了个代书说 好 我儿子名下呢 有土地跟工厂 所以呢 我就给你设定 各位 本来是乙跟我假掉头寸借钱 所以拿儿子来设定 这个时候借款人 可以是乙 那么儿子就是担保物提供人 那你最多把它弄成连带保证人 这样子 这个是银行一定会这样做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法律关系就清楚的 但是呢 各位 这个案子呢 我们当事人呢 去找了个代书在设定的时候呢 他竟然是这样子 说乙来跟贾借钱 所以呢 各位 这个丙拿他的房屋土地厂房呢 来跟设定担保的时候 各位 结果借据借贷 都是在贾椅之间 那应该是刚刚讲的是担保物提供 结果各位呢 竟然是说 他把它设定为 丁是抵押权人 而且他是债权人 而呢 这一边的时候 代书把它写成 债务人兼义务人 各位 这个在法律上呢 呈现出来的是 丙跟丁来借钱 担保某年某月某日的 金钱消费借贷 七八千万呢 各位 变成他们两个人之间 在借钱啊 那丙拿他的 不动产厂房出来设定抵押 结果呢 后来啊 他这个丙就来打官司说 我根本不认识丁 也没欠他钱 所以呢 这八千多万的债权 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抵押权要图销 抵押权要图销 各位法院后来判 是判丁 败书 各位 这个当初代书在设的时候 还有他们彼此在设的时候 都没有去注意到 真正的借贷关系的债权人是谁 各位 这是多么沉痛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各位 这个叫做多么痛的领悟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交易上 法律上的部分 为什么银行要这么样的一个对保 所以为什么step by step 每一个步法 你都要把事情搞清楚 观念搞清楚 因为这个东西转眼之间 设错了 名字写错了 这个债务人兼义务人弄错了 各位 这也找代书弄的呢 那么各位 代书只是把它拿去登记 他根本不管你到底谁跟谁借钱 结果大家自以为是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以上 供各位参考 任何一个权利的设定 都有攸关你的权利的保障 所以专业是多么的重要 千万不能够小看 很多痛苦的这个经历 我们要提醒各位去注意 好